手摸屁股, 輕撫手臂 甚至整個身體躲起來 這個伯伯游走土瓜環區 連環伸出魔爪 令女士防不勝防 她這隻鹹豬手在鏡頭下無所遁形 如果你親身經歷了 你會不會發聲? 會, 可能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敢 可能現在就會大聲叫 叫人家幫助或者報警 我覺得壞人, 老了也會壞 他做錯事, 應該承擔自己的合作 我們連日來追蹤 攝製隊全程直擊, 白白疑似非禮過程 我們發現他什麼年紀的女士都對 只要看準時機, 就立刻出手 很多時候女士看到他年紀這麼大 又拿著拐掌, 都以為他失平衡 就算觸碰自己的身體, 也會放他一馬 最大的原因就是刺路賣路 覺得自己可能也九十幾歲 不小心碰撞 也不會有人說真的報警去抓他 甚至告他 為何白白要做出這些行為呢? 究竟他是刻意還是不小心呢? 既然這麼多疑問 就要去問問當時人就最清楚了 你知道有不少女士 說你平常在街上摸她們嗎?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是否摸其他女士? 在街上, 你有沒有這樣做? 不是清楚, 說我, 怕就怕就怕 白白說自己聽力比較差 我們再在他耳邊大大聲地問 我告訴你, 這裡有很多街坊 說你非禮的女士 你是否用手摸她們? 還是不小心? 有沒有心意? 是呀, 走… 我們剛才看到你沿路 都不斷出手摸別人 其實為何要這樣做? 是否有不少街坊也有罵過你 說你不要做這些行為? 他情緒開始有點激動 還想拿起一支拐掌 而似有所動作 你家人知不知道嗎? 不見了, 在這裡做甚麼? 你為何這麼激動? 我們只是問問你而已 說什麼? 還有你知不知道自己這樣做 是不對的 因為很多人都很生氣 因為這樣 你知不知道很多街坊都有投訴 說什麼? 白白, 年紀這麼大 為了避免刺激到她的情緒 她和保障我們的個人安全 我們唯有暫時離開 她的溝通上、智力上 都完全沒問題 對押如流 為何這麼清楚 因為當我被她摸完之後 她平時經過, 我也會看到她 她其實也會不停地 看過來我店舖的方向 有時我也會再回望她 一直挖著她 有一天她問我 她就說 有甚麼這麼好看? 她的理解能力、反應 是完全沒問題的 在訪問白白期間 有另一位男街坊 突然抓我們一二辯 原來她是想幫白白說好說話 我街坊說這些話 你不要相信這些話 還是我人的都是騙你 她是好人, 她不會騙你 你們要相信我 因為我跟她喜歡每晚見面 認識了很多年嗎? 不是認識, 而是每晚都見面 隔了一會兒 我們再轉派另一位男同事 去問問白白 奇怪了, 白白的聽力 突然間突飛猛盡 完全聽得懂我們說話 兩位女兒 會騙你, 騙你騙你 沒有 真的騙我, 一定有騙你 騙你 騙你騙你 你有否出聲 叫他們的路? 我… 我不出聲 他們的… 所以有些人是… 是不是這樣? 有些人不陪你 對, 太離婚了 因為終於被人在騙 所以被人在騙我 你騙一些女生 是嗎? 他死了, 你說一說吧 但你覺得自己是否要騷擾人家 用得多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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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伯伯沒有再理會我們的同事 繼續採取一副愛你不你的態度 看到他休息完之後, 繼續慢慢走 不過他並沒有收斂, 反而變本加厲 短短一條街 他已經連續出手, 認真猖狂 伯伯一起步, 見到這個粉紅色衣服的女士 已經急不及待, 左手主動出擊 輕撫對方手臂 但他嫌不夠後 30秒之後, 再遇到另一個背心裙的少女 伯伯乘性追擊, 主動伸手觸摸對方 嚇到少女即時縮開, 露啤伯伯 你覺得她是否撞到你? 你覺得她是否撞到你?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你覺得她是否撞到我手去撞到你? 是, 碰到我的手 哪裡?碰到這個手在這裡? 就是… 究竟有心還是無意? 這就是伯伯自己才會知道 但不少女士都親口承認 是被伯伯撞過胸, 摸過屁股 不過不少受害人反而選擇不報警 究竟為甚麼呢? 你也是一個受害人 又不少人都中過招 但為甚麼沒有報警處理? 他不是說很大動作 他有時這樣欺負一下人 放下屁股, 不敢說好甚麼 每個人看到他這麼老, 避開他便離開 他這麼老, 你可以怎樣? 是吧? 你拘捕他, 他也沒用 為甚麼這次我會選擇說不報警呢? 其實, 第一, 我會覺得一百年多了 但是我也想強調的是說 年多, 無論他多老都好 都不應該成為他這樣騷擾人 令人不舒服的一個保護網 但我覺得一定要報警求助 希望伯伯即使控告不到他 當他知道警察會截停去 希望他醒覺 以後就收手 日後對市民大眾的影響 就減到最低了 但如果你現在容忍 我們會給伯伯, 伯伯以為他的行為 是沒事的 就縱容了伯伯, 以後便變本加厲 據街坊所說 伯伯住在土瓜灣附近一棟大廈 為了解伯伯更多背景 我們再上門, 向伯伯家人了解 見伯伯的兒子開門 我們將拍到疑似非禮的片段 讓他逐一看看 希望他家人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女街坊都說 有這個情況出現在女士身上 你可以這樣看 他走路是走不動的人 然後他走路肯定要搖擺 走路另外的人 他不是說… 可能沒有注意 不然的話, 他會散在旁邊稍稍 他就不會搖擺得到 他走路肯定要這樣 他走不過去 他絕對相信爸爸的為人 是不會非禮人 爸爸今年87歲 曾經先後三次進過醫院 行動有點不便 他進了三次的醫院 人走路已經很好了 那你說這種老人家 會對人家過程什麼威脅呢 那當時他是因為什麼原因 進醫院呢 被車子撞到了 他留下的車子嗎 住了五個月 第一次進醫院被撞到 第二次 他那個心臟出問題 心臟呼吸出問題 第三次肺部出問題 都是呼吸系統的 三次都進了醫院, 都很危險 看來爸爸真的見過鬼不怕黑 爸爸曾經被車撞過 但我們經常見到他 不跟著交通規則過馬路 作為爸爸的家人 真的要勸勸他 爸爸的兒子又說 其他鄰居都知道 爸爸行動不變的情況 都會作出體諒 周實化了, 這邊都是靈機 你知道他這樣子的話 遇到他稍微五公分 十公分, 旁邊一點點 他就不會插到了吧 是不是 大家都能夠理解 他本身是一個病人 之前我每天帶上帶下 這邊的人都知道的 你會不會跟那些人家盜竊說 就可能受影響的女生 講幾句 你會不會願意這樣做 我只能夠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他是一個病人 其他我就無話可說了 他家人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 有一次我特意投訴他兒子 你爸爸多可愛 我說人家在這裡做事 摸人家的屁股 我特意走過去 在那邊 他說他變態 怎麼這麼說 我沒有哭 兒子跟你說他爸爸變態 他說變態, 還有這種行為 就沒事了 然後就沒有出聲 非禮是嚴重的罪行 受害人勇敢站出來 都希望可以警惕其他人 從來這種人去捉控你 是因為他有些不好的心態 甚至有些變態的心態 是一個不相當人 以及大街 恭喜再會 嗰 亨高 concrete 雲